三千个独立礁石宛如三千世界 大宝礁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 世界文化遗产 2022年却差点列入宾尾名单 现在澳洲政府宣布 将斥资30亿美元 用七年时间让大宝礁重现生机 次网是全球最普遍的渔法 因为对海洋生物与漆地的破坏性 被称为死亡之强 未来栖息在大宝礁的生物 终于能免于次网威胁 过去20年来 大宝礁经历了多达五次大规模白化事件 为了阻止海水温度上升及水质污染 则必须加强对沿岸农场的规范 来到印尼西江海峡 触目所及 失衡遍野 珊瑚礁无一完好 年延约485万公顷 印尼的珊瑚礁占全球近五分之一 长久以来却饱受爆破捕鱼的威胁 15年前 西江海峡的珊瑚礁 只剩2%没有遭到破坏 如今已富裕大约12公顷 曾经带来毁灭的双手 现在拿着相机 记录生态点滴 期望正能量持续扩大 让更多海域恢复生机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